真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,奔流到海部复回,流淌千年的黄河母亲,交换了我们一个字,混。 从前有一本畅销书《富爸爸穷爸爸》,里面讲了两种爸爸,穷爸爸看似聪明,好好读书努力工作,到头来却是打工一辈子, 富爸爸不走寻常路,不与穷爸爸比成绩比刻苦,却逮住机会发了大财。 来,穷爸爸和富爸爸,是一场人生长跑,很多时候,穷爸爸稳扎稳打走在前面,把富爸爸甩得很远, 但是,人生的分水岭,不在于平时,在于战时,通常是,莫名一场危机,让穷爸爸白干十年二十年, 富爸爸却能趁着危机火中取溺,门生发笔横财,马无野草不肥,人无横财不负,谁是穷爸爸,谁是富爸爸。 在2018年的夏天,表现得异常清晰,6月份开始,P2P危机袭来,出时不断,区统计已经有200家, 最新的是杭州的草根投资,根据其官网数据,投资总额超过860亿人, 涉及用户达900多万人,出时那一晚,投资人挤满了公司大厅,有用吗?凑个热闹罢了,不幸中的万幸,草根投资发出公告, 承诺不会跑路,已将对付方案公主于众,将机器与相关部门沟通,尽最大努力保障投资人利益,希望承诺能履行, 但上百万投资者的心,要省起来了,P2P到底是恶魔还是圣人? 自他诞生以来的十年间,就没有人能说明白,风平浪静的时候,被他的高利息滋润着,一旦风吹草动,慌得茶不思饭不响。 其实,P2P是个多么简单的东西啊,一边是有闲钱想赚利息的投资者,一边是有项目缺资金的借款的人, P2P平台就是中间,两边的利息差,足够维持平台的丰厚利润,它只需要做好借款审核,去认底加品,别拿钱乱搞,就够了。 这么简单的东西,监管也应该很容易,资金在银行托管,放来明晰一查就清楚,实时监控也可以做到。 如果每个城市的相关部门认真审查查区类的P2P平台,应该不难发现乃是优质的,哪是乱搞的,发现乱搞的,立刻拿下,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。 说起来简单的P2P,却被搞得乌烟瘴气,越是乱搞的平台,越能吸引投资者,一珠宝,善云金融,唐小僧,钱包网,动辄几百亿的规模,一出市网网涉及几十万人。 这么大的资金规模,这么密集的账目往来,出市之前,相关部门就是看不到,任由雪球越滚越大,P2P,业务简单,监管容易,大搞十年,乱成一锅粥,如果是一家两家出问题,可以说是个别不法分子丧心病狂,现在短时间内冒出二百家,那么坏人也太多了点吧。 穷爸爸认为很简单的是,富爸爸会把它搞复杂,穷爸爸想简简单单收点利息,富爸爸盯上的却是本金,相比于P2P,房地产要复杂得多,流程分了更多步骤,拿地,规划,预售,建造,养收,交房,这中间的参与者有开发商,买房人,地方相关部门,银行为开发商和买房人提供资金, 是间接参与人,建筑商承包项目,算是开发商的小弟,说复杂,也要看跟谁比,我们可是处在高科技时代,别说造航母放卫星这样的尖端科技了,就连一个小小的手机,制造流程也比房地产复杂得多, 多少零部件,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生产商,被精巧的安装在一起,软件硬件协同运行,再连接到通信大网,小小手机直通广阔世界,这才叫复杂,房子,老个时代都会造, 我们古人造的宫殿,修的长城,都是世界奇迹,设计巧夺天宫,质量也属上城,至少应该强于某些五星级的家,房子,用不着多少科学文化知识,农村人造的小洋楼,漂亮着呢, 用一泡大城市卫生间的钱,到乡下找一帮农村汉,保证能建造一座大别墅,不比美国乡村别墅差,房子,是每个人的必需品,早在封建社会就已经解决了,历史书上饿死人的是不少,但因为没有房子被冻死和晒死的人,就少见得很, 封建社会的老农民穿越未来,看到社会如此发达,高楼大厦遍地开花,老祖宗肯定了不到,在这个热心热义的时代,子孙们却为房子愁白了头,我们为房子操碎了心,2017年以来, 调控政策像雪片一样,翻滚着飞舞在城市上空,你帮调打,我登场,一会现购,一会现贷,吸了盘摇号抢拓头,结婚离婚,眼花缭乱,商品房,保障房,人才房,安居房,租寿同学,五花八门,天空飘来一距,坚决遏制房价上涨,地上高升降卖赶紧上车啊,马上又要涨了,围绕着房子, 我们用进了史上最复杂的计谋,孙子兵法加三十六计,使出了人类最原始的戾气,吃奶的净,可是,费了那么多精力,房地产还是乱成一锅粥,开发商心惶惶,高舟转,猛推销,买房人心惶惶,怕跌,怕涨,左右为难,地方上呢,根本没空心慌,拆就房卖新地,忙得团团转, 数不清的人为房子忙碌了二十年,时至今日,从上到下,谁都知道房地产很不健康,充满着危险,废话,要是健康的话,用得矫节罗密谷的调控吗? 就这样,古老的房子,被我们搞乱,熬成了一锅粥,穷爸爸觉得房子是用来住的,老老实实买一套住一套,傅爸爸却把房子完成了复杂的金融产品,一套房子,穷富天欠,注意,我没有用最乱来形容房地产,因为还有比房地产更乱的东西,股市, 都知道股市乱糟糕,为了搞好股市,从上到下,不知道费了多少心思,一行三会,就竖管股市的领导换得起,多路经英俄翻上阵,来时豪言壮语,走时轻悄悄,政策投放,也说股市力度大,早期的A股B股,中小版,创业版, 燕鸦中的创新版,不断下先进国家学习经验,还有互港通,深港通,结果香港是牛市,我们还是熊市,今年计划的互轮通,能改变局面吗?专家,当属股市率最多,专注预测婴儿底的李大肖,最近刷宝朋友圈的高博士,都是券商的经济学家,数不清的专家学者活跃,在各种投资论坛上, 为股市健康发展慷慨陈词,献剧献策,民间高人,毫无疑问股市李唐龙卧虎,有专长平板的,有东西内幕消息的,就靠一丁三卦取胜的,按说,会及了高层关怀,政策投放,专家学者,民间高人的A股,发展快三十年,应该不错才对,可是,A股却成了世界奇观, 把浪漫主义,现实主义,魔幻主义融为一体,里面的故事真说出来,比任何电影都要精彩,浪漫主义,如10.5亿收购冯小庄空壳公司的华一兄弟,51被杠杆收购,万家文化的赵薇夫妇,靠炒股获利1.678,一打安徽大观人陈树龙,浪漫来自于无穷的想象力, 在A股市场,只有想不到,没有做不到,现实主义,来自一茶又一茶的股民,赚钱的快乐总是短散的,剩下的是没有尽头的套牢,割肉,再套牢,对于股民来说,股市是最残酷的现实,魔幻主义,还有比A股更魔幻的地方吗? 都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,可是20年来,经济保持高速增长,股市始终敌位徘徊,别人家的股灾是发生在牛市末期,无论是美国的自带危机,还是荷兰的郁金香泡沫,崩盘之前都经历了漫长的大牛市,俗话说,有找他又跌吗? A股恶魔幻之处,就在于他铺长也能跌,穷爸爸炒股票,会相信价值,研究技术,到处大师学艺,拿出寒窗苦读的钻研精神,傅爸爸却把功夫用在了股票之外,作装,内幕,股神刚有一只股票,就赚了8.9亿,把黄小明捧上热搜,我们都从学生时代走来,都解过数学期,一道复杂的题目, 老师会叫我们化白为简,分解成一步一步来处理,最终使复杂问题简单化,写数学期,穷爸爸肯定最打手,但社会不是一道数学题,多数时候是你像的,简单如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,会算来算去复杂,倒让你怀疑人生,把简单问题弄复杂,父爸爸最擅长,简单的P2P,古老的房地产, 有着400年历史经验的股市,一旦在我们这里生根发芽,就会简单问题复杂化,最后乱成一锅粥,谁也理不出头绪,P2P多简单的业务啊,把每个项目晒得清清楚楚,投资人和借款人透明对接,平台负责亲切和把关,即便有项目搞黄了,也是双方共同承担风险, 何至于一旦暴危就款牌呢? 房地产,想搞清楚也不难,全国联网,每个人,每个家庭,有多少房子,像美国那样可供查群,只要一切公开透明,那些囤积区集之徒,摸脏不法之徒,马上就会现身,炒方大军不攻自破, 股市,这个有点难,但是,按照解数协议的办法,把前面的P2P和房地产解决好了,股市的好办法,可能会自然浮现,哎,想想挺简单,可我们不过是穷爸爸,只会想,不会啊,时尚的是,老门像数学题一样干净,复杂问题简单化, 亦或简单问题复杂化,透着世界的清白和罪恶,水至亲子无鱼,不把水搞混,傅爸爸怎么摸鱼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